大哥 三弟 四弟 二哥 求到了 求到了 王志真大人 为父亲做序了 对 父亲正在与金陵书商商讨堪客事宜 命我先行赶回 将喜讯告知大家 太好了 这是我手查的序 大哥 快看 上字焚点 下集传奇 凡有相关 米不备采 如入金谷之园 种色夺目 如登荣君之宫 宝藏西辰 如对冰壶欲见 毛发可直输也 勃而不凡 祥而有要 松河究竟 直窥冤海 直窥冤海 子 岂仅以医书勾载 时 性里之精微 格武之通点 帝王之密路 陈名之重宝也 对 对 王大人 对父亲的本草纲目 赞誉有加 此序文采斐然 不愧是当世大儒啊 恭喜恭喜 建中兄 建元兄 建方兄 建木兄 您是 我叫薩北宁 是来自四百多年后的一个读书人 此行特来拜访李时珍先生 租下 何以此种来历 敢问各位兄台 本草纲目是否尚未堪客 尚未堪客 按道理讲 世人 还不知小书的内力 当然 但是我知道 本草纲目共计五三二卷 近一百九十万字 其中记载了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附有药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首 并会有药图一千一百零九福 大哥 莫非他果然是来自四百多年后的人 不然他怎会知道得如此详尽 祖下 是来拜访家父的 正是 家父随后就到 大哥 三弟四弟 你们先行回家 我在此陪伴这位兄台迎候父亲 建元兄啊 想想李时珍先生 洋洋近一百九十万字的巨著 写下来也是经历了无数艰难吧 学一难 行一一难 修本草纲目更难 当年祖父就是不希望父亲学一 父亲 海儿三次相识都没有考中 不想再考了 猜你会这么说啊 海儿第三次请求父亲 让我做一个医者吗 我一生行医 生之其中的艰难 我不希望 你也这么难哪 难 我不怕 从小我就想做一个医者 我体弱多病 还经常发木子 我知道生病的痛苦 而医者能帮助病人 父亲 我想做医者 做医者 太难了 如溺水行船 好好读书 考取功名 听不懂 唉 长大了就懂了 父亲 我长大了 你十四了 我考中了秀才 好 继续考 父亲 我自幼熟读经史 也幼爱读医书 我想做个医者 做医者 地位不高 责任很重 事关性命 父亲 记得我二十岁时 得了一场重病 是您用黄旗入药 我才得以活了下来 唉 你还是没有断了 行医的念想啊 父亲 海儿再次恳求 就让我做一名医者吧 难道你一辈子 就要做那 逆行之舟吗 父亲 深入逆流传 心比铁石坚 望复全而至 至死不怕难 神秦 深入逆流传 心比铁石坚 望复全而至 至死不怕难 石珍啊 你心意已绝 望父亲成全 读神农本草经 敬佩神农士 以身试养 读伤寒杂病恶 敬佩张仲景 救命苦难 读贝极千金药方 敬佩孙思淼 大义京城 大义京城 所为何 为利益百姓 凡大义治病 必当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若有极恶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贵贱贫富 长幼言痴 愿亲善有 华一余智 普同一等 皆如至心至详 今日起我父子二人 并肩逆行 京城为医 此后多年 父亲随祖父 为齐州各地百姓 行医看背 他对药理的研究 就是在行医的过程中 慢慢积累 楼里先生 楼里先生来了 秦长 先生来了 小李先生来了 爷爷 爷爷 老李先生来了 老李先生来了 老李先生 老李先生好 小李先生好 乡亲们好啊 您经常从齐州城 跑到我们乡下来 乡亲们都盼着您的 是啊 你们可不能不来啊 放心 哪天我要是真来不了了 我儿子还能来好多年呢 乡亲们 家父身体还很硬朗 我以后 也会经常来看望大家的 放心吧 太好了 来 我们开始 出门在外 行医辛苦 但家父和祖父 只要能跟病人们在一起 能帮乡亲们去除病毒 就觉得高兴 孙思淼说大医精诚 要带病人如至亲之想 带病人如至亲之想 是医者本分 姓赵的 第一次做生意 你就敢坑我 走 跟我见官 见元兄 什么人 药材商人 我卖的就是人参 你凭什么误陷我 你卖假药 一次冲好没打你算不错了 不仅诬陷 还想打人 没王法了 人参贵 节耿便宜 你拿节耿冒充人参卖给我们 我要送你见官 王掌柜 你我虽是第一次做生意 但我姓赵的 在齐州药行是有生育的 不如你这样诬陷我 你 你不要以为我没地方评理 见了我们齐州民意李先生 自由分晓 走 走就走 走 老李先生 姚李先生 您可为我做主啊 发生什么事了 先把手松开 不松 别打了 你们别打了 这位王掌柜 我好心将上好人参低价卖于他 他借我卖的便宜 骗我我一次冲好 其中不产人参 你卖这么便宜 其中肯定有诈 你 这位掌柜 我行一多年多少还有些经验 你能否先把手松开 听我说来 兄弟 我是来劝家的 这人生与杰梗 虽然外貌相似 倒也不是无法区分 拿来一看 便知分析 东西呢 这儿呢 给他 王掌柜啊 你之前可曾购买过整株人参 之前并未采购过 那就难怪王掌柜会认错了 去 区生啊 我继续看着 往再陪 结梗 体间有心而胃苦 人参 体时有心而胃肝 此物却是人参 掌柜的 他们莫不是串通好了 来蒙咱们的 这叫一唱一和 你们怎么不讲理呢 二位 莫要欺负我是外地人 整株人参虽不多见 但是行情 我可是略知一二 王掌柜 您是怕中了圈套 对 因为你手上的人参 买得过于便宜 没错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完全地放心 你说 把你手上的人参 原价转卖给我 那当然好 掌柜的 这价格比市面上便宜三成 这要是真的 我们就亏了 说假的也是你 说真的还是你 到底真的假的 您别打我 那您是掌柜的 那听您的吧 听掌柜的 你 这 这 这都什么伙计 这是 我 我 哎呀 我还是怕亏钱 不行 卖给您吧 好 您还真买啊 买了 但是王掌柜 有几句话 我得说说你 齐州盛产药材 商家众多 历来买卖公平 货真价实 赵掌柜 虽然是齐州同乡 但是 如果他今天卖的是假药 我李时珍第一个不答应 你来齐州做买卖 我们自然会以成相待 但是您不该真假不分 就无人清白 李先生 这件事 是我不对 我先给赵掌柜 赔个不是 也不能全赖你啊 这人生和杰梗 本就不亦辨别 对对对 我是翻遍了药书 也没分清楚二者之区别 若有药书详助 何至于闹出如此尴尬吗 对 王掌柜的困扰 药行同人都有 我们手里的本草书 已经是很多年前修的了 是 有些药物在里面并无记载 爱百姓啊 是啊 这本草书 是该有人修一修了 二位李先生 受教了 老李先生 小李先生 我要好还有事 先走一步 赵掌柜 我请您吃酒啊 赵掌柜 父亲 我们应该修一部新的本草书 错误的纠正 重复的删除 一缺的补上 时针盛言啊 修本草书 可不是一件小事 学一难 行医难 修本草书 更难哪 是难 但是百姓们有需要 总得有人去做呀 为父也知 本草书的重要啊 父亲 先生 父亲 你怎么了 父亲 是 无法 天气寒凉 连时看证 有些疲劳 童儿 在 拿大赏 是 我扶您回客栈休息吧 乡亲们 还有谁没有看证吗 老李先生 莫要惦记我们了 小李先生都已经给我们看过了 将军们 今日看证就到此 下次我们再来 老李先生 老李先生 您保重身体 保重身体 多谢乡亲们 家父随祖父行医多年 经常遇到变错药 抓错药的病理 心中重修本草的想法 愈加坚定 父亲 这些年 我随着您四处行医 我看到了百姓 对良医好药的期盼 你也见到患者 求医问药的艰难 唯医者必医术精湛 医道乃至今 指挥指示 唯医者必道德高尚 大医精成 乃医家 持身之百 唯医者不得专前顾后 自律起胸骨 护系生命 无论昌夜寒暗淑 无论昌夜寒暑 饥渴疲疲劳 以兴赴救 如此可作 苍生大医 世贞啊 你从一多年 为父认为 你已经是一个 合格的医者 父亲 父亲 孩儿自认 还不是 我心中一直有个夙愿 未尝 你是想修 本草 对 如何下笔 综合百家书籍 集成历代本草 以纲目分之 以纲目分本草 是 前所未见 总标正名为纲 又赴世名为目 以纲为举 赐以集结 便宜 正物为符 要列出 各种药物的形状 赴以气味 主治 还有药方 如此甚为实用 书名为纲 本草 杠木 师长 你为自己选了一件 该做的纸 可也是一件 最难做的纸 深如一流传 心笔 铁石剑 往复权而至 至死 不怕难 据史料记载 唐宋 官休本草 那都是朝廷 专门委派官员 再加上一家 共同修传 就是因为 工程实在好大 朱下说得对 可父亲 是个不怕难的人 是个迎难而上之人 深如逆流传 心笔铁石剑 为父写下了人生传 奇爱传等 希望能帮你些许 谢父亲 你我父子 你我父子并肩一心 我只能陪你到此 为父老了 人逃不过光阴 父亲 父亲 为父 就要离开你了 父亲 没有你 我能做一个好议者吗 没有你 本草纲目我都写完了 我能自行艰难 靠你自己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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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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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